大家好 我是纳兰小宝 今天看着有点特别是吧 那个衣服一直在车上戴着 一般在家的时候呢 节假日会穿一穿 平时这种民族服装不怎么穿 今天正好路过 青州这有一个蒙古度假村 它在椰子树下边 我说你这蒙古度假村去了 跟它一联系把它纳入咱们这营地了 跟老板谈我说你这是 蒙古包是有了有十多个蒙古包 我说你这个内蒙的这种文化元素太少 我又跟他聊了聊 所以说我说你看我这衣服我就穿上了 这个一般在家的时候 节假日的时候会穿 那个特别是付一辈 再上一辈是不是都是一般 现在老很多就是内蒙古的老人到节假日 平时一周也要穿个一两次这衣服 但是现在已经都被 草原沙化了 那个牧民汉化了 都现在都汉化了 跟大家聊聊 闲聊今天 聊聊我现在做什么 聊聊过去未来 那个由于是民族的原因 我是熊猫血 就是我是O型的RH 因性血 是在2003年一次义务献血 被查出来的是这个血型 然后我开始发展 就是当时很自私的 就说觉得看谁是这个血型同城的能相互救命 紧急时候 结果呢 后来我就在百度发了个帖子 这被青年报一个 就河北青年报一个记者看到了 他说我帮帮你吧 就第一次在报纸上帮忙寻找这种 当时第一次聚会的时候 就是我们仨人 然后慢慢慢慢的随着我 我这些年自己献血救过八个人 我现在成立这个组织叫燕照西游学型联盟 救过上百人 这些都是我自费在做 所以呢 这块你夸夸我呢 我也不会谦虚 都是自费 不接受任何捐助 我这个因为在中国 就是你公益组织一旦接触了钱 你最后你说不清楚 而且现在也没有监管机制 反正我就有多大能的做多大事吧 就是一直在这么做 一般开着房车到处宣传寻找熊猫血 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我现在做的呢 是因为这些年一直用房车 对房车的情怀情结 应该很重 我是中国第一个拖着拖挂房车去西藏的 那是11年 我家儿子用房车做的洞房 在户外办的野外的户外的婚礼 而且婚礼咱们最大的特色呢 不收礼金 当时预计能来个六七百人 结果最后去了将近一千人 谁来呢 咱就大家一起吃个饭热闹一下 在外头是蒸的八大碗 坐在这么个户外 因为谁来呢 因为好多车友的情绪 他们还不了 因为我常年又在外头玩 而且这种背负 这种债也不容易还 所以说就是谁来呢 大家就吃个饭 在外头折腾了三天 管帮忙的人一百多人 场面老大了 等我现在呢 又玩了这么多年 现在来说呢 真的是现在对这个路营地 房车的路营地 现在没有路营地的房车 就是现在往后玩会越来越难 而且将来这个路营地的非常有发展 就介于这个呢 我从今年六月份呢 开始做这个自驾车路营地 这个路营地呢 因为我玩了这么多年 我认为这个平价的路营地 亲民的路营地 然后呢 这个呢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 所以说现在呢 就是我做这个路营地呢 都是找一些山庄度假村 采摘园 就是远离城市 而且还有一定的景色 而是还不以收停车费为目的 就说你去了 因为采摘园 大家去了到那一停 我这是收费呢 都是就是停车 包括用电30块钱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装不了水电桩 你用电也没法计量 但是现在用电的车也不多 说句实话 就是用电 包括这个是收30每天 不用电呢 停车用水 就卫生费 一共就10块钱 这样呢 会给山庄啊 度假村啊 或者带来二次的消费 这是他看重的 而现在还有一个广告的宣传 好多 包括房地产公司找咱们 说你来吧 我哪怕不收你钱都行 我说不收钱还不行 其实说句实话 免费的也走不远 而且免费的你也做不下去 所以呢 但是呢 合理的是合理的收费 就是定了这么个价格 现在在全国吧 发展的还算挺好的 就用了 现在就是 我从五月份开始建的第一个营地 就六月份开始建的这个联营的营地 呃 现在形成营地游的 有这么三片 就是在草原 在我的家乡 木兰围场 塞海坝 乌兰不同 这有40多家营地 就是你从这个营地游 草原 都在草原的最深处 都是些度假村 穆加勒 咱们跟他联营 这样呢 咱们给他带去流量 那他呢 也非常开心 非常高兴 因为疫情的原因吧 好多地方真的 现在缺少流量 这个呢 然后在甘南 甘肃的南部 甘南地区呢 咱们有20多家营地 呃 这是我十月份去的 那会儿能形成营地游 然后最多的呢 是咱们现在在海南 因为我这些年用房车 真的 自 脱挂房车我用过齐辆 自行房车我用过五辆 我然后自己改过两辆床车 这就是我的经历 所以说对房车呢 我不能说我有多懂 终究我是用过 但你说让我造房车 好多朋友说 宝哥 你也弄个定制版吗 你看定制版呢 我说弄不了 那个学问太大挺深的 呃一个人一辈子 我认为能把一件事做好 那就不容易了 你看我这些年 一直从零几年就开始玩 一直就玩 我就能玩明白 也是件 也是件不容易的事 但是呢 现在我做的营地呢 我认为未来很有发展 然后现在啊 海南有50多家营地 而且海南的营地游呢 就是非常成熟 我也出了攻略 现在岛上有咱们将近百十多名会员吧 都在岛上 海南岛从A点B点C点 你就这么走 而且我都给出了攻略 哪家比较好 哪家啥 因为50多家营地 你不可能都走了 但是我是那是整整在那待了俩 一个半月吧 都是在海边最原生态的地方 找的这些录营地 有人问我这怎么说 你怎么能发展 我现在这块呢 就是会员制 就是你入我的会员 这样呢 我每台车 每年收费呢 199块钱 然后呢 营地 你只有这样呢 你进了这些营地 才能小受这个价格 然后很多呢 我是自驾车录营俱乐部 就是说呢 房车只占三分之一 自驾车占三分之一 然后还有煤车的占三分之一 为什么有这么多煤车的 也加入咱们会员 因为他们直接在这呢 可以咨询 我终究是用过这么多年的房车了 应该算有点经验 我也愿意给大家分享 说句实话 你就是参加八次房车展 你也没用 因为你不懂 就跟我头两天买个电脑 我不懂 直接就买了 结果人回来专业人说 说你这个做视频 小一点就行 大点的你根本用不了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不懂的原因 你就房车就是这样 你不懂 你去参加房车展 真正看个热闹 我呢 又不能说每次直播 或录视频 把这整个都兜出去 这个也不现实 这么多房车厂家的 所以说你找我来 我也不收你咨询费 你就入个会员 然后呢 你说出你的多大情况 每个房车 没有十选十美的房车 只有适合不适合你的 说出你的情况 选一款适合你的房车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呢 你还得把你具体的一些 我有人上来去问 我说宝哥 你看我俩人用啥房车 我说我得最起码知道 你多大年龄 会不会开手动脑的车 加注哪个城市 一年你什么样的玩法 你玩一个月 玩几个月 是长途是短途 你只有知道这些 你才能说 帮你推荐一款 就是差不多的房车 然后呢 你会自己去做出选择 我是不 首先我给大家说明 我不卖房车 我只是做营地 我认为能把营地做好 就不是容易了 然后呢 现在呢 由于现在的全国有200多家路营地 然后呢 现在我也是又找了一个合伙人 然后我现在是公司化运营 也有高人在后边做指点 要指出我自己弄不了 我要做个宣传 跑跑玩玩还行 然后现在把江苏的市场 包括太湖 包括浙江的市场 河北的市场 都已经签发出去了 就是现在我这块是公司化运营 然后呢 你如果在你的家乡 因为想让大家把这个事 快速的做起来 快速的发展 然后呢 就是把这个市场 就都给你了 就当于或者叫代理 或者叫加盟吧 就说你要是对这个事感兴趣呢 你可以去我那个微信公众号 就纳兰小宝自驾车录营俱乐部 然后等于上呢 有一个动态 在动态里头有 就是关于这个如何加盟的这个信息 你可以到那里去查 然后去看 因为我有时候你回复也不及时 你找我 我又开车又直播 又有什么的 也没那么大精力 所以说这块公司后边有后台 有客服 然后呢 以后呢 就是肯定就是服务型社会了 所以说呢 你一定要把服务做好 而且咱们这个服务 还真是说句实话 还算可以 因为咱们这个 这些会员 都是50岁 60岁 70岁的 他都有个手机啊 电脑啊 都不是很很很啥 特别是这种智能手机 你便便教我 让他怎么找营地 但是呢 咱们有信心把这事做好 因为未来呢 这块是市场是非常大的 这块 所以说 把这个如何把这个市场做好 如何把这营地升级 然后大家呢 也帮着出出主意 然后你要是对你的家乡 因为我 你看我家乡的草原这一片 我整的特别好 呃 但是你到海南 我就费劲了 你到现在 我这步呢 马上就是从中越边境线 我在边境线呢 这条边境线非常美 我18年走过 然后到两边找个十几家路营地 然后让大家呢 能形成这个边境油 这样的一点点把它做起来 然后你呢 我就是外地嘛 如果你的家乡 你肯定了解 哎 你这样呢 你也有房车 或者你也有这方面的信息资源 大家可以共享 然后你可以加盟到我这里头来 咱们一起发展 这个事呢 肯定是 你挣多少钱 我不敢保 但保证是肯定不会赔钱 这点是肯定的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拜拜了 拜拜了